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其實都是有民眾檢舉陳情 像我們表達他們周遭生活環境樹木被破壞他們的痛心 所以每一個案子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後面的這些板子 一個板子是一個案子 每一個案子都是因為市民關心他的環境 希望能夠得到重視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站出來 這些不只是樹 這些是新北市市民生活很重要的資源 也是新北市市民心裡面非常關心的東西 這些除了是樹之外 也代表的是新北市市民要有好生活的一個重要的寶貴的物品 近來在新北市的三支 巴黎淡水這幾個區域的護術議題 的一些砍樹虐樹的事件 也引起市民的關注 也因此我們這些團體也陸陸續續接到了許多市民的陳情 以及檢舉 來告訴我們說 在他們的家鄉 在北海岸 在新北市 他們的身邊就有這些事情 這些虐樹的事件正在不斷的發生 新北市政府如果這樣放縱它底下的區公所 甚至默示營建署對樹的虐待 它不但是不在乎不尊重樹的生命 它更是把新北市市民的生活當作不重要 更是把整個新北市的居住環境當作不重要 其實在新北市呢 涅樹事件頻傳 那前幾天我們就在淡水的紅毛城 只是為了要去看這個淡水碼頭的這個海關碼頭的這個涅樹案 他們聲稱為環境美化工程 可是環境美化工程是把市定古蹟的這一些老樹呢 好幾十顆全部移除 那官方跟我們回答的講得不清不楚 因為我說是開放空間 因為我是那些樹影響到這些古蹟 其實根本沒有 它只是把它整個都是移除清空的狀態 所以在淡水那邊我們看到了淡水 海關碼頭設定古蹟一樣保不住老樹 旁邊的新北市政府停車場 把這些路燈直接定在老樹上 就在紅毛城旁邊 我們隨處到處走通通是孽樹事件 竹房不及備載 就在新莊發生了PU跑道去把樹木的直屑封死的這個狀況 可是呢市府雖然後來說也要懲處或者是把那個移除掉 可是就在新北市新店捷運站 新店的那個大平領捷運站 又一樣又在PU跑道又重新又再又有一個PU跑道去把直屑封死的狀態 我們每天PU奔命 就是台北市新北市這邊的 捏樹 就是捏樹案件真的平衡 巴黎這塊空地 它剛好在台北港特定區的區界外 所以它躲過台北港特定區整地的坎樹 它躲過整個巴黎非常多的面積被移為平地的命運 但是它雖然剛好沒有在台北港特定區躲過一劫 現在區公所又打算要來砍樹 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狀況已經是被砍過樹一波之後的現況 淡水老街河岸 老街市 許多北台灣 甚至整個台灣甚至國際 許多觀光客都會去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維護一個景觀跟生活的高品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案子在河岸邊的商家告訴我們 他們附近的樹就一夕之間的消失了 在河岸邊的樹木一夕之間消失 這件事情是商家告訴我們的 為什麼 因為商家要做生意 它必須有好的觀光環境 好的生活環境 而這些樹竟然完全沒有跟附近的商家和居民討論 他們非常訝異的是一早醒來樹就不見了 在大海新市鎮裡面 各位都知道大海新市鎮裡面有一些已經蓋起來的住宅 有一些已經發展的商業 但是還有一些空地 在這些空地上當然就有可能會長出樹木來 這一位照片裡的先生是營建署的官員 他為了怕他所管轄的公有地裡面的樹 如果長大了 以後他很難處理 所以這個營建署的官員 就自己去把小樹砍掉 免得他長成大樹 第四個案子 在淡水海關碼頭的工程 原來的樹現在都已經看不到了 這個跟我們剛剛說的老街非常像 當我們要發展一個地方的觀光 當我們古蹟要成為人們 能夠做好的文化教育的場域的時候 我們看看我們的官員怎麼對待 我們的觀光景點跟我們的古蹟附近 裡面的這些樹木 直接的移除讓它不見了 要嘛就是過度修剪 讓它瀕臨奄奄一襲的死亡 跟我們說 不是我們任何人只是空想的 是每一棵樹的後面都是一群市民的關心 希望依法出一四個字是真的會去做事 好那我們謝謝各位長官 請問你長官是 請問你長官是 警官處處長 警官處處長 好謝謝 謝謝 我們剛才大家有聽到警官處處長 有告訴我們說他們會依法來處理 那我們再一次表達對市政府的期待 但是也必須很嚴正的說 過去新北市在互數這件事情上 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的成績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做到 虐樹事件 虐樹事件 市府面對 市府面對 任意砍樹 任意砍樹 立即採除 立即採除 好呼籲市政府立刻要來 對這一些虐樹的砍樹的 修術過當的這些事件 對於該懲處的 該處理的 趕快來處理